建峰老师呢 编舞真的是我太喜欢了 就是每一次都能编的特别满 尤其是音乐的运用 就会让你听着这个音乐 就会想一起躁动起来 而且很厉害的点就是 你们把每个人编排都特别的满 甚至根本不需要用上道具 我觉得这点特别的厉害 还有那个主题音乐的想法 后面大家一直在关注 后面那个时间点 就会让大家更加觉得 你下一秒真的到底会发生什么 很期待你的下一秒 到底会做一些什么东西去出来 对就很很棒 姐姐们怎么看 建峰老师的那个编舞非常的棒 然后就是刚柔并济 虽然是很有power的 是特种兵的 但里面还是有一些柔的东西 然后穿插带里面 所以我会觉得不会很干 然后会很有层次 所以我很喜欢 他们特别幸福 有建鹏老师这样的 Coleography在这边 就是你把每个队员 他们的优势 都给他们发挥出来了 然后我相信你给了他们 很多的安全感 然后我还特别喜欢 这个组里面的小宝 就是我觉得他好可爱 就是他在舞台上面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他就是 我就是最棒的 然后他就有那种自信 然后就让我感觉到特别好 然后我觉得他 他甚至就是我们的这个夺冠的 有可能的 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啊 可能我不是很专业 但是我真的觉得他好棒 我最喜欢这种表情 我喜欢 不要说太多 好 看好你 看看 看看 那么这两队 比分为 85 比21 好棒 让我们恭喜 娃娃酷宝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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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对面是张静谷 服啊 这肯定没服啊 最后一轮 首先出战的是 一波王炸战队 一波队长 真正的王者炸裂的时刻呢 是会站在战场上拼搏 一直站到最后 有请 好可爱 有请 因为我们队都是 Original Style 都是最强的舞者 所以这个还是一直 就是营养在我们 头上的一个问题 如何把最强的人 给调试到最好 这个作品的主题是 讲到牺牲 讲到就是 战友之间的这种 就是兄弟琴这样的一个主题 我觉得起码这次是比较齐的 虽然说不能说是最好 但是 对于我们这个队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成长 我也是 这个我觉得 重点在于大家的表演 对 偷半拍戏 所以要真的表演 就是表演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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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不表演 不表演 就是走心 好 只要只有九九 我们回去扣表演 他可能是觉得我们没有太入戏 因为他本身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他对这方面就觉得 没有达到他想要的那样 我们这个作品 不光是要很默契地跳整齐 还要跳得更好 跳出状态来 跳开跳舞的部分 其实演绎的部分比较多 如果没演好的话呢 可能就会 打很多折扣 这女生跳舞是大 大亭吗 大亭 大亭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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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洗澡 i know what we do man 去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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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GM Go Go 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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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Happy to work with you guys I will never forget 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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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游戏最后谁是王者 王这里看 之前就是大笔分输 小笔分输 反正就是输 走轮胜出的是 娃娃酷宝战队 娃娃酷宝战队 核心武器 我感觉我进来就没有赢过 其无一直在输 我们输了以后一直憋在心里的感受 真的是太不舒服了 就我们排舞的时候 一直带着那种一定要赢的情绪去排 所以我们在排练的时候 就是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再来都要跳 到十秒 今天一遍 我们都是告诉自己 我们一定要去把这个跳整齐跳好 因为我们有技巧 所以我们就想站着跳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跳到最起 视觉上的一个感觉 你们的那个金包 你拿过来一下 看不到 为什么看不到这个的特点 是因为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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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抢了 所以这个就没有很特别 而且你们的音乐 为什么这么小声 你就是整个bass 不平衡的 所以特别担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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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